科兰里阵仗最大的五个案件 盘点了这么多经典剧集 有五大恐怖案件 有五大收视率案件 今天就来一波五大阵仗最大的案件 5.本厅恋爱物语 2.科兰里最经典的名场面之一 佐藤将歹徒成功制服 为了不让他逃掉 将自己和他靠在了一起 可万万没想到钥匙给弄丢了 一男一女就这样被关在了厕所里 因为佐藤不想让同事知道 自己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所以没有让高牧告诉同事 而白马因为一直联络不上他们 快想出了一处佐藤被侵犯的场景 木木直接气的通告了整个警示厅 好家伙 真是全员都盖劲十足 踩个自行车比汽车快 毕竟警示厅听话被绑架 谁不想趁这个机会拉近和女神的关系 以后遇到什么很难处理的案件 直接说佐藤被绑架就完事 4.失控的租赁车 这一集也算是到处的高光时刻 本来是一家人开心去度假 结果竟然被警方通知 汽车下面安装了定时炸弹 而且时速还不能低于30码 否则会自动引爆 歹徒为了复仇而特意将炸弹装了上去 因为车子一直处在移动当中 再加上城里人员密集 所以危险指数极高 警示厅同时出动了地面以及空中部队 交警部门也协同作战 因为车子不能降速 小五郎全身关注空置的油门 警方这边就在想办法 怎么将柯兰和小兰两人转移出来 于是就想到两车并列保持一样的速度 先将柯兰转移了出来 差点还掉了下去 但是营救小兰的时候 却因为堵车问题被迫停止 最后警方在隧道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还是成功营救了小五郎父女两人 三 以性命为堵住的恋爱转播 好家伙 还得是警示厅才能上榜 这次被绑架的不是佐藤 而是他的男友高木 本来是去找前辈一达的女友 结果就莫名遭到了歹徒袭击 醒过来后就被绑在了万丈高楼之上 家面还固定着定时炸弹 身体两边悬空 稍有不胜就命断当场 歹徒为了挑衅警方 还特意用摄像机进行现场转播 警方就一直看着高木在木板上苦苦挣扎 因为环境线索太少 只有先派空中和地面部队到处寻找 不过还是搜寻不到 最后经过柯兰推理终于找到了歹徒 没想到竟然直接服毒自杀 依然没有问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柯兰观察到了高木后面的日注现象 根据这个线索 警方就能大致锁定方位 佐藤搭乘直升机构去营救高木 在爆炸的前几秒将他救了下来 二 红与黑的碰撞 这算是主线的一个系列 红黑双方早期的第一次交战 酒厂策划刺杀政府要员 遭到FBI主旨 执行任务过程中 基尔不幸发生了意外 被红方关押到了医院 不过经柯兰等人推理 发现了他是CIA在酒厂的卧底 和他交换了条件后 还是让他继续回归酒厂卧底 假装和酒厂等人火拼失败 依次打下他们的怀疑 但狡猾的勤酒依旧信不过回来的基尔 让他杀掉成绩的叛徒刺锦秀一 红方这才策划了假死一案 成功博得了勤酒的信任 一 震动仅是听到1200万人质 可以说困难最经典的一个篇章 锦校五人组的故事也是从这里起源 次开始也是结束 五人组的邱园和松田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登场 因为两位都倒在了爆炸之中 七年前的一场爆炸袭击带走了邱园 后来一绝不振的松田 被吊到了搜查一个和佐藤搭档 两人的感情慢慢升温 直到三年前那个歹徒再次出现 他在市区都出案放了定时炸弹 还告诉了警方如何才能破解 为了了结这个案件 松田再次回归老本行 一个人上摩天轮拆弹 没想到炸弹上面显示 爆炸前三秒才会显示下一个爆炸地点 佐藤最后拿到了关键信息 但松田却倒在了爆炸之中 三年后歹徒再次作案 直接拿市区1200万人质作为筹码 白鸟警官的差点倒在爆炸之下 最后突然和高木联手行动 成功找出了炸弹的位置 佐藤拼命追击歹徒 要不是高木棋死阻止他 很可能歹徒就已经倒在了佐藤枪下 自从这个案件后 佐藤的心结也慢慢解开 删掉了那唯一一条松田的短信 只要对你的记忆还在 那就永远不能算作分别